一名武装部队国民服役人员被发现倒卧在巴西拉巴军营内的床边昏迷不醒 送院之后宣告不治 国防部和警方在凌晨发文表示 这名全职国民服役人员是在星期五傍晚被发现倒卧床边 武装部队救护车随后将他送到黄庭芳综合医院 虽然在送院途中进行抢救 但是抵达医院后还是被宣告不治 当局没有进一步地透露死者的年龄和身份 但提到这名国民服役人员的死与训练无关 根据初步调查 警方已排除他杀的可能 并将案件列为非自然死亡案件处理 调查仍在进行中